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贺岁当的大幕 在上周末由芳华和奇门顿甲一同拉开 冯小刚新作首周末票房口碑双赢 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三亿 并且票房走势好于上一部作品 《我不是潘金莲》 徐克和袁和平定当的武侠奇幻电影 《奇门顿甲》则不低芳华 首周末票房指 不2.23亿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靠着高口碑 在上周依然获得市场力挺 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0亿 根据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12月11日至17日 全国电影票房总计8.42亿元 同比上升19% 越来越有磕碎当应有的热度 单片方面 周冠军方华3.17亿 亚军七门顿甲2.23亿 《寻梦环游记》1.76亿 帕丁顿熊2.6610万和至爱反高 《星空之谜》2.627万分裂第四第五名 烧热市场的主力军 自然是芳华和七门顿甲两部华语电影 在经历过盖当风波之后 芳华在上周五终于上映 从市场角度来看 阴差阳错回到贺岁当的冯小刚 反而拥有了比国进党更大的市场空间 影片上映首日 排片达到了34% 虽然稍稍落后于七门顿甲的37% 不过市场的两强格局已经确立 芳华并非传统类型电影 也非受市场欢迎的喜剧片 甚至在风格上都和冯小刚过去的作品 有很大不同 不过影片特殊的情感和导演 本身巨大的影响力 都成为了给影片背书的重要砝码 芳华在前一周末的少量电影 也凝聚了第一波观众 那高口碑 这些因素都让对于芳华的讨论 在上周末爆发 影片斗伴评分达到7.9分 是仅次于20年前甲方一方 8.2分之外冯小刚评价最高的作品 同期上映影片的口碑 对比好口碑和话题性 迅速让对于影片的讨论发酵 并在市场上有直接体现 影片单日票房在上映4日大涨41% 单日分账票房破亿 上映3天都牢牢占据单日票 防冠军宝座 周日票房较周六甚至出现了逆叠 这也近两年来 除了战狼二外第二部 在飞假日当期中周日票房高于周六的国产大片 按此走势 影片不仅破误于毫无悬念 有可能超过私人定制创下的7.13亿个人票房记录 秦门顿甲原本是贺岁档第一梯队级别的种子选手 不料在芳花面前迅速败下阵来 影片目前斗半 评分仅有4.9分 在上周48点提前上映收获2500之后 影片在周五单日票房 就已经不敌芳谎 在周末亚天更是显出颓势 在《寻梦还游记》的竞争下 周六当天一度失手单日票房第二的位置 只是因为《寻梦还游记》排场 多位服务家庭观众的白天场 才在晚上完成了反超 到了周日 秦门顿甲单日票房只领先升后 《寻梦还游记》430万 按此走势 本片最终票房最终落点降在3.5亿左右 秦门顿甲观众并不满账 值得一提的是 芳华与秦门顿甲的成绩 还分别位居上周全球周末票房榜的第二 第四位 第一名自然是刚开化的星球大战 最后的绝点五是 首周末以狂揽4.5亿美元全球票房的成绩 高居冠军 并成为影史第五 位 列全球周末票房榜第三名 就是《寻梦欢游记》 这部皮克斯新作依然在上周的内地市场有着出色发挥 在周末两天再收9,550万 让影片累计票房顺利突破10亿 这个成绩与今年动画电影内地票房冠军神 偷奶爸三的差距还有1400万 实现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 《寻梦欢游记》已经超过了大胜归来的9.56亿 升至内地影史动画票房第四位 陈凯歌新作即将上映本周末 另一位华语大导演陈凯歌的新作《妖猫》 传记将登陆市场 这部拥有奇幻视觉效果的剧作将对于现有市场格局有着巨大冲击 此外 还有邓超领贤的《心理罪》 《城市之光》和《成龙》 今年的又一部新作《机器之血》加入市场 彻底让年末刻碎党竞争陷入白热化 市场也有望进入年末最后 那高潮 让全年票房向551大关发起冲击 责任编辑 严重收藏本文 分享 在相关阅读《爱豆见偶像》感觉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来源 据说舆论我们许多人 都有自己的偶像 这些明星在我们看来 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对于明星们来说 他们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像我们的小凯 他很早就喜欢周董了 一路走来 依旧追逐着他的偶像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我们的小凯 虽然早已成名 但依旧疯狂迷恋周董 算得上明星中追星比较疯狂的拉 不过看小凯那开心的样子 一定是很满足的 小凯不仅人长的绿 歌唱了以后 在很小就收获了一群遗魅 渐渐长大的小凯 是不是越来越帅拉啊 这一身西装是不是让你快认不出了 我们的小凯已经长大拉 这一身西装也能轻松驾驭了 同样吃迷追星的还有我们的一样 千喜同学 她很早就是BitBang里的全志龙的小迷地了 并一直在向她靠拢 当她见到偶像的时候更是激动不已 激动了和偶像握手 千喜心里一定高兴坏了 估计这手的好几天不洗拉吧 当看到自己的偶像 就坐在自己的前面时 那开心的表情真是直接写在了脸上啊 是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都不敢相信拉了 我们的一阳千喜同学也是 TFBOYS的成员 是不是TFBOYS都像我们一样热衷于追星了 最后也希望三小 只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然他们都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 但他们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三叶草 希望他们能永远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一起 吴秀波或年度实力演员奖 称资马亦为最难演角色来源 西天影视 吴秀波 演员原标题 吴秀波或年度实力演员奖 称资马亦为最难演角色近日 吴秀波出席某年度盛典 一席笔听暗闻西服搭配优雅领结 竟显如牙格调 典礼上 吴秀波荣获2017年度实力演员奖 并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好的作品反馈给大家 被奋集从业 多年 最具挑战的角色时 吴秀波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应该是去年拍了整整一年的司马懿 据了解 该剧拍摄时长历史333天 吴秀波从司马懿的26岁 演到73岁 极具挑战性 这部由吴秀波担任主演兼总制片人的电视剧《苦笑》 龙尼正在热播 主要讲述了司马懿逐步权 清朝野的后半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爱豆见偶像感觉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来源 据说舆论我们许多人 都有自己的偶像 这些明星在我们看来 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对于明星们来说 他们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像我们的小凯 他很早就喜欢周董了 一路走来依旧追逐着他的偶像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我们的小凯 虽然早已成名 但依旧疯狂迷恋周董 算得上明星中追星比较疯狂的拉 不过看小凯那开心的样子 一定是很满足的 小凯不仅人长的绿 歌唱的也好 在很小就收获了一群离妹 渐渐长大的小凯 是不是越来越帅拉啊 这一身西装是不是让你快认不出了 我们的小凯已经长大拉 这一身西装也能轻松驾驭了 同样吃迷追星的还有我们的一羊 千喜同学 她很早就 是比特帕里的全志龙的小迷地了 并一直在向她靠拢 当她见到偶像的时候 更是激动不已 激动了和偶像握手 千喜心里一定高兴坏了 估计这手的好几天不洗拉吧 当看到自己的偶像 就坐在自己的前面时 那开心的表情真是直接写在了脸上啊 是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都不敢相信拉了 我们的一羊千喜同学也是 TFBOYS的成员 是不是TFBOYS都像我们一样 热衷于追星了 最后也希望三小 只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然她们都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 但她们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三叶草 希望她们能永远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一起 而上即将她们可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